大家好,我是TommyQ 上一段影片我提及到 雷射筆都可以被警方當成雷射槍來控告 即是被人控告藏有攻擊性武器 在這裡我做一個很簡短的評論 首先話說有一個年輕人被警察 據說是幽班警 就收到一些雷射筆或者激光筆 就說他藏有攻擊性武器 什麼攻擊性武器呢? 警方就說原來是雷射槍 屌尾老米 現在香港的科技是可以先進去做一支雷射槍出來嗎? 還要被民間使用 接著去到你們這些警隊高層 就見記者 就示範一下你們所謂的雷射槍 是如何運作他 結果就是 你這支雷射槍一運作 是要等兩三秒時間 才令到一張紙去冒煙 屌尾老闆 在我眼中的雷射槍 是可以一槍射穿整棟大廈的 你這支雷射槍根本連牆也射不穿 屌尾老母 這樣還叫做攻擊性武器嗎? 接著我覺得更好笑的就是 你們警察就說 示威者射那些綠光 即是Laser那些綠光 是分分鐘弄傷他們同僚的眼睛 屌尾老母 其實 沒有人叫你一直要擦大雙眼的 你可以合上雙眼的 而且Laser 你說要兩三秒時間可以令這支霧煙 那你走就行了 這兩三秒時間 是不是有足夠的空檔時間 讓你跑掉了 屌尾老母 接著更好笑的就是 你們拿著這些所謂的雷射槍 就追著別人射 現在沒有人叫你做這些事情 大哥 你們警隊高層的邏輯思維 真的很有趣 我相信那位年輕人 藏有的所謂的激光筆 我叫做 根本一百火都沒有 屌尾老母 你們警方示範的那支雷射槍 根本連牆都射不穿 我覺得根本不適合叫做雷射槍 連什麼攻擊性武器都不一樣 如果你說攻擊性武器 我相信任何一個學過武術的人 他自己本身都是攻擊性武器 所以我真的要求你們警方示範一下 兩米之內使用你們的布袋彈 橡膠子彈 以及海綿彈 麻煩你們自己示範一下 而你們警方所示範的那支所謂的雷射槍 要照兩三秒才可以令到雀射槍 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可以令到雀火 難道你可以眼界準到一直照著別人 照著別人雀火為止 多一句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兩個三秒時間 那些屠人已逃出狗世 如果你們警方認為這個雷射槍是真的 我相信你們的整間警署已無鬼了狗世 在大家面前示範這些所謂的雷射槍 我想你們應該可以連牆都可以寂寞 但事實上根本是完全沒有威脅性的 我要講到這裡 喜歡按LIKE 不喜歡按LIKE 有什麼想說不妨在下面留言留下 我只是一個路過的Youtuber 下次再見 完